除了交通要注意安全之外呢 这走在路上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了 来看到台北捷运信义县将在今年底通车 那么信义路上的人行道拓宽工程也进入到收尾阶段 不过最近大家发现了这上头的捷运工程局保留了原本的人孔盖 就被大家抱怨这设计不良又大小不一 尤其这很多女孩在漂亮穿着高跟鞋的话 走在这很容易因此卡住不小心扭伤了 特别是在我曾经说要把信义路打造成林医大道 不过你现在走在这边可能看不到令人期待了林医大道 但是却有民众抱怨这人孔盖弄得像是狗屁告要 东一块西一块圆形和方形的人孔盖 核心铺的红砖人行道明显格格不入 这个地点就在信义路和附近南路口的西北角红砖道 有多达12处大小不一 如果你是穿着高跟鞋的粉领族 走在这个信义路上呢可能会觉得很困扰 因为这边的人孔盖呢设计大小不一 而且凹凸不平 像我一样穿着高跟鞋就非常有可能 脚会卡进这个戏缝里 如果只是卡跟事情还算小 但是就怕不小心因此拐到脚 高跟鞋是会有点危险没错 不过有的时候会踢到真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拉着小孩子勤才可以 不敢再帮他在地上这次行 警员局表示因应人行道拓宽 才保留所有的人孔盖 再用水泥和红砖接缝 虽然看起来不美观 但是还是以实用为主 指着北市府曾经宣布砸下七千万 要将全市三十五条干道 打仗成林营大道 原本没有任性道的信义路也入内 指着现在工程即将收尾 说好的林营大道也挑票 叫市民如何接受 昨天新闻成绩 今天蔡佩玲台北报道